大家好,我是Batman 装甲核心6的游戏最近刚刚发售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15年前兽屋发售的装甲核心的拼装模型 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有年头老玩具了 2008年FromSoftware 到今年都已经15年了 兽屋出品 反正这模型不是08年就是09年买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搬家呢 坐在我小屋地板上一边拼一边抹 因为兽屋拼装模型实在是太难拼了 有一堆一堆特别小特别细小零件 那这大家都管兽屋叫狗屋 就因为这个原因 这上面盒上全都是灰 这个系列叫Wearable Infinity 都是1比72比例的 然后好像据说 它这个系列所有的装甲核心模型的武器 和一些配件都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我当年只买了这么一个模型 没买别的 所以就无从体验 这能不能互换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包装盒侧面 设计基本上和大家熟悉的 高达模型的包装盒没什么区别 都是一些模型不同角度照片 还有包括其他推广的一些产品 这盒杠我们先扔一边 哇塞 这就是十几年前 我收盒时候的状态 因为这东西拼出来挺大的 所以说我还把它拆开 然后再装到盒里了 好家伙 主体又直接拆了 再放进去了 因为它后边这两个大的喷气背包 体积太大了 直接放不进去 把这些腿胳膊什么都拿出来 还有这个手 这么大一只手 我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重要的身体组成部分 好 没有了 说明书 前两页这个产品展示图是彩印的是吧 到后边的安装步骤都是黑白的 不过这个机设确实很帅 当年为什么买这套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玩过 转眼核心的游戏 对里边各种机体也不是很熟悉 买这套就是因为觉得这套设计挺特别的 这我才注意到 寿屋它金属色的板件流道 居然没有水纹 我记得万代那种银色拼装领件 基本上都有水纹 OK 现在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拼起来 我只是把胳膊腿给卸下来了 所以说重新组装回去应该也不难 这是怎么跟脚踝连上的 这是 这胯部长长的 稍微有点错位了 我们把它连回去 当年我们都管这个寿屋 我今天是来上学呢 大家都管这个寿屋叫狗屋 为什么管寿屋叫狗屋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拼装模型设计的特别的难 有很多非常非常小的这种小零件 小到令人发指 所以说大家都管它叫狗屋 我都在抱怨它这个设计 这插笋还是这种H型的 也是很少见 我记得高达模型都是那种源头的是吧 我也是这个脑子一热买了一个这个狗屋的模型 我记得当年好像在天津这边一个叫天龙吉恩的一个模型店买的 好像就在这耀华中学的后边 然后当时买这一套模型好像花了得有两三百块钱了 好像三百左右吧 也不便宜了 然后我们把这背后推进器给装上 背后推进器装哪这是 这有一个这个小T字形的这个接口 狗屋模型这个接口类型还真是多 这叫什么差生文具多是吧 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寿屋还有没有拼装布 还出不出这个拼装模型了 我也是好久不玩这种拼装玩具了 我这个大背包大喷气背包 有点这个立不起来了是吧 你看这边这灌筋阻尼就整好 这边这个就不行了立不起来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大长椅巴又掉了 哎呀喝手也掉了 哎呀喝后边这背包又掉了 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收屋模型设计的问题啊 零件就特别爱掉 这个背包关节真的是 摁紧了也不行了太松了 前面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长长的细细的 希望大家呢不要像这个九球一样细 但是像它一样长就可以了 我这背包看起来好别扭啊 感觉像蛇了一只翅膀一样 算了就这样吧 谁还不是一只折翼的天使 哎呦哎呦站不住了都 我才注意到它脑子上这个大须子啊 蛇了 不过其实也倒不太影响这个观感是吧 不太影响这个观感 我们把直接把这须子给它 哎拿下来 这天灵盖真的挺像个虾米的 颜色也像煮熟了虾米是吧 波龙 你看它这肘关节 又是一个这个C型的夹子 再外加一个圆柱形这个扣 所以说虽然你拼这个狗屋的模型有各种问题啊 但是你可以体验到这个不动样式插损组合的乐趣啊 你看看眼镜部分 还透亮的啊 我说这个背包为什么立不起来了 不知道大家从这视频里边能不能看出来啊 它这个接环这 裂了 裂了一个小口啊 所以说就带不上劲了 这什么巴师傅的这个现场修复教学展示 是吧 哎 哎 看到没有 瞬间就立起来了 完好如初 巴师傅这手艺还可以吧 好家伙 这下激起了我修复的欲望了 我们把这个断了天线的也给它沾上 断了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拿这个透明胶啊 给它沾上试一下 哎呀 家里也没有这个模型胶水 是吧 所以我们就用这透明胶 先好歹凑合一下 哎 先沾上 严丝合缝的密合起来了 哎 装上 OK 哎 这跟新的一样了 是不是 你看看 多帅 九球装甲核心系列里边 一个比较传统的boss了 出现在了很多部作品中 我们这台Syrof呢 最早出现在了第二部游戏里边 后来呢 又出现在了第四部Ace 就是这个 一世纪传说 机器人大战里边 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这个游戏 那我这个修复技术 虽然是炉火纯青啊 但是这个拼装技术呢 依旧是很初级 所以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 我这完全就是宿主啊 但是呢 虽说我们这是一个 比较老型号 拼装模型了 我觉得当年这个寿屋 隐藏水口 隐藏水口做的还可以啊 基本上在外边呢 看不到太多的水口 不像这万代高达模型啊 我记得早期这高达 这腿部这侧边水口特别明显 而且它这零件呢 也没什么水纹 就是它这各种小零件 太多了 而且还特别爱吊 但有一说一这个机体的设计 真是帅啊 这各种喷口 然后这个腿部的各种这个关节 还是金色的 而且是纤细修长这种体态 就是它不是那种高达 那种美型的纤细修长那种体态 而一种略微病态的那种 这个纤细修长 就有点像EVA那种纤细修长 那种感觉 装甲核心机设呢 要么就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大汉 要么就是变态那种感觉 然后高达模型怎么说呢 就点这个太美行了 太美行了 然后对它这个背包这么大 是吧 它有一个飞行形态 我给大家变一下 我给大家变一下 这个飞行形态 算说它这个飞行形态 有一说一也挺水的 大脚板也收起来 这个收脚的方式 让我想到了 小时候玩的这个神龙斗士 里边有一个什么 神鸟勇士是吗 这叫神鸟勇士吗 就是这么这腿一斑 然后就可以变成这个鸟了 好像 然后这手是这么收回来吧 哎呦 手又掉了 这个背包也是 给它抬起来 还嘎哒嘎哒的 这个大须子是 收在前面 收在后边 哎 大概就这样吧 大概就是这样吧 非常非常水的一个第二形态 是吧 啊对 你看 就这样 哦 那个收到上面去是吧 这变形糊弄谁呢 这是 OK 变完了 就这么一个很水的形态 编金刚里边有个术语 叫什么一趴变形是吧 我们这一打体的变形啊 反正我就感觉装甲核心 这机体表面 这各种机械结构设计的 就比较的真实啊 比较有这个说服力 游戏里边这个不着调的变形形态呢 也出现过 你说帅吗 也谈不上啊 就有点这个敷衍 有点简陋 OK 今天给大家看了 看了十几年前我上学的时候 拼的这装甲核心的模型啊 最近呢 因为回国都在国内啊 所以装甲核心6的游戏呢 我也还没玩 反正听大家说呢 好像挺难的 挺折磨人的 等我过几天回去 我也试一试啊 今年寿屋好像又复刻 这装甲核心拼装系列了 感谢同学呢 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还是这个形态比较好 因为这个形态呢 可以隐藏我们这个 背包立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啊 当然除了这个寿屋的 装甲核心系列模型呢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主要玩的呢 还是这个高达的拼装模型啊 好家伙 这2003年到今年都20年了 等这个SEED的新剧场版 上映的时候呢 再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20年前高达SEED的拼装模型啊 我记得我这还不是什么 HG、MG啊 版本啊 就是个TV版的 220块钱 还挺贵的当年 除了自由高达 我还有这个闪电高达 然后这叫什么高达 我都不记得了 决斗高达嘛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 如果喜欢我节目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